OK 我知道大家都喜歡BETA 但你們不要忘記 說到最美麗的女球員 我只服阿弗洛蒂亞 阿屎 在各類型的運動型動畫中 都會有熱血的男主角以及女主角 有時候女角可能是經理 也有可能是男主角心儀的對象 但是在閃電11人之中 則是有很多顏值跟球技都高到爆的女球員 她們不但能力超逆天 會直接在場上跟主角們來個直球對決 甚至有時候整季看下來 這些女球員給人的印象比主角群還深刻 導致這些超強的女球員 每次登場都成為粉絲心目中的女神 今天就來介紹一下閃電11人中 可愛又迷人的女球員吧 第一位 烏爾必達 登場於無印片的女球員 是外星片中最終隊伍創世紀的副隊長 雖然我本身在創世紀裡面是最喜歡好人 可是這個角色真的是超級搶眼 烏爾必達有著一頭青髮以及藍眼 比賽時還會穿著創世紀的隊伍 謹慎衣 本身的個性非常冷靜 在比賽中也很少有情緒的起伏 為了贏球也會毫不猶豫的 不顧產生副作用的風險 馬上解開身體的限制應戰 好漢好喜歡啊 在烏爾必達與隊員的合作下 可以提出創世紀的招牌技 超猩猩 還有外星學員獨有的宇宙企鵝 那其實我一直很好奇喔 閃電11人裡面的這些企鵝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個性冷酷的形象 加上踢球時的霸氣 馬上就圈了好多粉絲啊 然而在劇中出席這個剛毅女強人的形象 在動畫的最後卻出現了一個大反差 由於一直以來都為了脊樑踢球 然而在對戰敗北之後 脊樑卻承認自身的計畫錯誤 在一氣之下 烏爾必達馬上把球憤怒的踢向脊樑 好在浩倫臨時出現擋下的這一球 我看浩倫很痛吧 由於自身愧疚 作為彌補 脊樑再次讓烏爾必達向他踢球 但烏爾必達這次卻說 脊樑最終還是自己最愛的父親 最終下不了手而倒在地上痛苦 明明一直都是剛腻的個性 但最後卻做出了溫柔的決定 真的是太有反差萌了 也因此烏爾必達成為了許多粉絲 初代最喜歡的女球員 雖然人氣很高 但是在後續的作品就不常出現 讓許多觀眾都覺得很可惜 那終於在阿瑞絲的天秤中 大家再次等到他的出場 雖然再次登版 但阿瑞絲的劇組 卻給大家開了一個大玩笑 那說好的緊身衣呢 不是 我是說 嗯... 對 緊身衣呢 雖然終於再次登場 但劇中卻因為受傷而被迫下場 老婆的在幹嘛啊 儘管大家的女神戲份不多 但我們日本網友可不是省油的燈 既然特寫不足 那我們就給他重複播放 此外由於這個下場換人 反而讓另外一個角色引起大家的羨慕 那就是被換上去的捷耳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呢 那就在所有閃電11人的觀眾 都被烏爾必達圈粉的時候 大家卻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 那就是烏爾必達的聲優跟利松 居然是同一個人啊 哇 日本聲優真的是很厲害 那當然扯上利松 就免不了會有很多梗塑的出現 這下大家才終於意識到 原來我們一直喜歡的女神 就是利松啊 登場與閃電11人構中的黃明子 是一位來自未來的球員 在這一代中由於天馬會遊走時空 因此會出現來自不同年代 甚至是平行時空中的球員 而黃明子的登場 就是在天馬一次時空旅行之後 突然登場的角色 登場時還自稱自己打贏了與建成的比賽 因此現在他才是最強前鋒 對此建成表示 嗯?奇怪為什麼不記得 黃明子有著呆萌萌的天然個性 連招式名稱都非常可愛 雖然外表是一個很可愛的蘿莉 但黃明子本身的實力可以說是強到逆天了 要防守或是要射門都可以 此外還可以使用化身能力 小之巫女天造大神 並且與王者之龍進行合體 雖然黃明子作為主要角色 一直與主角群在各個時空中旅行 但隨著故事的推進 其實觀眾們會發現這個角色 真的很可以 首先登場原因不明 球技強的不像話之外 還會在關鍵時刻 做出很多與平常可愛的性格 完全不同的人性判斷 雖然整體是真的很奇怪 但... 管他那麼多可愛就好 而正當觀眾覺得黃明子又活又強的時候 黃明子說出了一個 讓大家都嚇到吃熟熟的事實 其實我是菲的媽媽 蛤?不是 你還幾歲? 其實黃明子是受到 從未來來的菲的父親的請求 才穿越時空加入雷門足球隊 目的則是暗中保護未來的兒子 菲 那黃明子雖然看起來很天然 但實際上卻是很聰明的 起初他問菲的父親 為甚麼沒有去找成年後的我來保護菲呢 然而菲的父親聽到後卻是一臉難過 由此可知 黃明子在未來應該是已經不在了 但作為一個母親 黃明子可以說是令人非常的感動 明明自己也還小 就毅然決然前去保護自己的兒子菲 而在黃明子保護完菲 回去原本的時空之後 在故事的尾聲 菲也進行了時空旅行 去見了長大後準備生下自己時的黃明子 並提醒黃明子如果生下他 很有可能會走向讓自己死亡的未來 但儘管知道自己可能將死 黃明子還是願意將菲生下來 並且期望能創造出自己與菲 都健在的未來 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感動 其實黃明子與菲的劇情所傳達的含義 是我認為整個構中設計最好的部分 那也讓我想到以前的一部電影 竹內截子演的 現在很想見你 同樣也是一部母親為了兒子 付出一切穿越時空的故事 真的是很令人感動 等一下 原來黃明子已經是人妻了 貝塔 登場於閃電11人構中 奧米加2.0隊的前鋒隊長 同時也是構中的超人氣女角 雖然說同樣是高人氣 但個性跟剛才提到的黃明子相比 兩者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性格 貝塔有著小惡魔般的外表以及個性 不僅說話用詞很現代 連聲音都非常的甜 還會找機會刻意裝可愛 雖然表面上非常討厭喜歡 但實際上卻是一個超級腹黑女 只要進入腹黑的狀態 就會有很多可怕的發炎 那麽... 快點... 我看著吧! 真正的絕望! 而貝塔在球技方面也是超強 本身可以召喚化身虛空的女神 還可以進行化身武裝 不得不提一下 貝塔的武裝是我覺得 非常好看的形態 而當貝塔在進攻時 語氣與性情都會大變 甚至還會出現偶雷之類的自稱 但也許是這個反差性格太有特色 反而讓很多觀眾非常喜歡塔 其中一部份的日本觀眾 甚至會稱貝塔為女王 果然這一群的女生都是 悅男的最愛 才我拜託 白兔烏苗 登場於續作阿瑞絲的天秤 吹雪兄弟所在的白煉中學的前鋒 在阿瑞絲的天秤故事中 所有的學校都必須要有贊助商贊助 並且在比賽時播放贊助商的廣告 而沒有贊助商的足球社 就必須面臨肺部 真的是好現實的設定 而白兔烏苗雖然是足球隊員 但是他在入部測試的時候 才第一次踢球 你說為什麼他能夠那麼快上場 我忘了說 他其實是贊助商的千金吶 由於喜歡足球多人踢球的氣氛 所以決定加入足球社 那相較於前幾位超強的女球員 白兔烏的球技 則是初心者的等級 不但不太會停球 最重要的射門時 還會踢空 那踢進球時 又會開心的像兔子般跳來跳去 真的超可愛的 雖然看起來好像對足球不熟悉 但實際上白兔烏有個超強的能力 就是他的跑速超級快 本身有田徑社員的經驗外 還曾經打破小學生100米的跑步紀錄 最早在入射測驗時 阮剛對白兔烏苗說 你拿手的招式是什麼 讓我看看 結果白兔烏苗直接不演 馬上開啟瞬移模式 跑速一度快到讓阮剛懷疑人生 由於跑速超快 就算失誤了 也可以快速救球後倒球 射門招式是 大白兔鄧瑟與吹雪兄弟合梯的三重暴風雪 整個角色可以說是非常的天然可愛 是初期對戰白練中學的比賽中 戲份最多的一個人 OK那其實閃靈11人中的很多女角 都刻畫的非常有魅力 像是黃明子有著一個完整的劇情上的鋪陳 而貝塔則有著強力的自我風格 因此這些角色的人氣 其實完全不亞於主角群 那除了今天提到的上述幾個女角色之外 我自己其實也蠻喜歡 《時空之史》裡面出現的諸葛孔明姐姐 有著冷靜頭腦的知性姐姐心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那你自己又喜歡哪一位女球員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未來還會登場更多閃電11人的影片 有空再幫我關注一下 我是瑜珊 我們就下次再見吧 我也不錯 cosa 呢 我抗佛 你幫我按照 你在哪裡 你們有個女朋友 我抗佛 我抗佛 你們有個女朋友